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平安医院陈敏东医师 今天跟各位介绍 绿病症 也就是离病焦虑症 那什么是绿病症呢 是基于 对自己身体症状的错误解释 那相信 自己有罹患了某种重大疾病 那即使在一些适当的检查之后 或者是在保证之后 他还是相信他有罹患某种重大的疾病 那这个想法并还没有到达妄想的程度 那这个问题会造成他身心的一些困扰 甚至影响到他的社会功能跟职业功能 那这个疾病至少要有六个月以上才可以诊断 绿病症 至于绿病症的病因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 但是有一些研究跟生理因素 还有心理社会因素是有一点相关的 在生理因素的部分 特别是有一部分的脑 像大脑的前脑倒 还有前扣带回 还有体感觉皮质的部分 这些活动会有过度的异常 那至于心理因素的部分 有些人生病之后获得了附带的利益 会造成他这个律病症一直持续下去 那有些人生病想要借着生病来 有些人在潜意识里面想要借着生病来逃避 一些讨厌的人士或者是重大的压力 或者是人在生病之后 周遭的朋友特别关心 这些都会变相的 让他继续维持在这个生病的状态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